大家好,我是Amy 今天要做木糠布甸 很簡單,材料就有這些 首先要用13片的瑪莉餅 放進密實袋裡 記得封住口,否則餅水就會流出來 可以押走空氣,然後壓碎餅乾 你可以打它,壓它,或者滾它 無求把它弄碎 然後可以準備鮮忌廉,煉奶,和韻尼拉香油 之後可以用打蛋器打到站起來 不用太硬,大概八成左右,稠稠就可以了 這時候可以試一下忌廉餅,否夠甜 不夠的話可以加多點煉奶 這時候可以準備一個漂亮的杯 然後第一層鋪餅碎,搖平一點 然後蓋多一層忌廉 要填滿整個表面 再鋪一層餅碎 如此類推,不斷重複 表面那層我們都會鋪餅碎 都是搖平它,等一等 你可以看到現在已經有九層了 弄好了,包好了,我們就可以放到冰箱冰大約一個小時 那麼快,我們的木康布丁就完成了 好不客氣了,讓我試一下 你可以看到真的層層分明 吃下去真的很香 雲呢奶味,因為不僅是雲呢奶香油 連它本身的餅乾都很香 雲呢奶味 那你也快試一下做 做完記得去我Instagram或者Facebook Tab我,讓我可以看到你們的製成品 好,那我們下一集再見,拜拜 拜拜